凌如歌 一位叱咤风云 碧逆三界的天道先宗 然而却遭人暗算 生死浑灭 而此刻 他夺舍重生 他是江海成的凌家大小姐 从小静脉闭塞 无法修炼 是整个江海成文明的废物 常常受人欺辱 因为脸上的朱砂剂 使他看起来容貌丑陋 经常受人嘲笑 竟然和我同名 也好 既来之 则安之 从今往后 若有人再敢辱我 岁月必诛 求求你们 问一下玄月 她白天带着如歌出去 到现在都没回来 她到底去哪儿了 大夫人 我们小姐已经睡了 你就别在这儿吵吵嚷嚷的了 就是 而且大小姐今天 是跟我们小姐一起回来的 我们看得真真的 再说了 大小姐的腿 长在她身上长着 谁知道 她是不是一个人 又去了什么地方 我们小姐总不能十二个时辰 看着她吧 她又不是废物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